你把我爸妈给咱俩准备婚发 你装成什么样子 我装成啥样子 你让主人给大家看看 你看装成什么样子了 我一大男人住这样的房子 你们觉得合适吗 这多可爱多文心啊 这咋的 可爱 这个家是我们两个人的 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啊 我一大男人天天起来 就是粉色系啊 你看看这床 你看这卫生间 这多有创意啊 创意 装修的时候因为你要应酬 陪你那三千多个人 没时间陪我 完全甩手掌柜 全部都是我一手操办 我这办好了 隔你这不落好 怎么叫不落好 是 你说了都算 我没有任何意见 你也听不进去 对吧 你说你装成什么样 OK这样 粉色系我能接受 我只有一个 特别小小的要求 我说 我想留一个电脑房 因为男生嘛 我平时工作之余 闲暗之时 我可以打打游戏 放松放松 跟自己哥们弟兄 打打游戏 那多开心啊 看 又是跟哥们朋友 又是要联络 感情 又是维系关系 那重点是什么呀 你都27岁 你还玩游戏 你幼稚不幼稚呀 27岁 怎么玩游戏 那放松呀 对不对 那你嘴上答应我了 后来 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直接把我那 十平米的电脑房 给他改成衣帽间了 那就证明 他从头到尾都不操心 全部都是 我在一手操办 就他完全就是 甩手掌柜 所以装修好 他才知道 这是衣帽间 平时连来看都不来看 我经常给他 打电话沟通 他问我 我想着嘛 我在这边忙 他呢 平时事情 说实话 今天上检 我也不害怕说 你事确实比较多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怕 我要过去说一 他又要说二 然后他就不高兴了 你知道吧 我就说是 你来弄吧 你自己看着弄 没想到他竟然 这么夸张 这么过分 那我叫他去陪我装修 他是拒绝的 他在这儿胡说呢 他当时就是拒绝 他要陪他那些朋友 这我们也没办法评理 这装修风格 各有各所爱 但是这恰恰也说明 这俩人也没法沟通了 已经 真的是已经 就是到那种 一说两三句话 就开始吵架 孩子的房间 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 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 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 各个地区风土人情 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代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 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 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 自然也都上来了 自然也都上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